國際機器人展盛大開幕 外傳AI教父黃仁軒 也要特地飛回台灣餐藝咖 儘管人目前沒現身 但被他點名過的43家台場 多達10多家都來參展 供應鏈上下游 各個秀出自家亮點 比誰更吸睛 機器手臂動不停 抓起一段段小水管 看起來似乎不稀奇 但裡頭可是整合了揮打的套件 只要給予起點和終點的指令 機器就能自動計算軌跡 看他手臂他是在抓取物體 那同時你也看到一個虛擬的手臂 在抓取同樣的環境 所以這是一個數位軟身的應用 不只是否監控 甚至可以產生資料做訓練 做AI的訓練都非常實用 另一家也是會打好夥伴 展示這台AI檢測機械手臂 應用在產線末端 在出貨前做最後把關 對比過去的人工檢測 往往得動輒30到40分鐘 有了他一兩分鐘就能完工 提高效率同時也能降低錯誤發生 如果是沒有用到Motion Planning的話 你可能需要大概會多到 30到40倍以上的時間去做 因為他會有多餘的動作 那透過這個揮打 這個運動控制學的計算 他就可以有最佳的效率 去做這樣一個巡檢的任務 揮打AI機器人合作生態系 幾乎全到期 展場內1200家廠商 4500多個攤位 新產品也都進扣AI技術發展 不難看出AI引領的潮流 隨著展覽再度席捲台灣